歡迎來到我們的華爾街電視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有幾個精彩的新聞要跟大家分享 從英國的假冒郵票問題 到瑞士日內瓦的奢侈品鐘錶展 再到韓國選您這總統的一個警告 我們將帶您一探究竟 首先 英國的假冒郵票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 而中國被指責為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保守黨議員艾恩·鄧肯·史尼斯聲稱 來自中國的假冒郵票數量正在增加 這對消費者來說無疑是一個頭疼的問題 而皇家郵政也在努力從流通中移出這些假冒郵票 接下來瑞士日內瓦的2024年鐘錶展上 儘管中國對奢侈瑞士手錶的需求放緩 但主要品牌仍然展示了他們的最新創作 看來奢侈品市場的變化總是那麼引人注目 最後 韓國的政治風雲也值得關注 民主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了勝利 這被視為對總統尹希悅政策的一個警告 這些新聞不僅展示了全球範圍內的一些重要事件和趨勢 也反映了當下世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我們將為您帶來更多精彩的分析和報導 在英國假冒郵票的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 而中國被指責為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保守黨議員艾恩·鄧肯·史密斯聲稱 來自中國的假冒郵票數量正在增加 消費者抱怨從合法渠道購買的郵票實際上是假的 而收到帶有假郵票的信件的客戶 則需要向皇家郵政支付額外的5英鎊費用 人們在各種在線市場上無意中購買了 這些來自中國公司的假冒郵票 皇家郵政正在努力從流通中移除假冒郵票 同時提醒消費者注意辨別假冒郵票的跡象 然而皇家郵政的外部事務和政策 總監大衛·戈德表示 購買到假冒郵票的風險很低 假冒郵票占通過網絡的總郵票數量不到0.1% 另一邊 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2024年鐘錶展上 儘管中國對奢侈瑞士手錶的需求放緩 以及對奢侈品消費的謹慎態度 但54個主要手錶品牌如劳力士、百達·菲利、卡地亞 肖邦、愛馬仕和香奈兒等 仍然展示了他們的最新創作 據南華早報報道 瑞士手錶出口增速放緩 2023年增長7.6% 相比之下2022年為11% 2021年為31% 然而依賴富裕客戶群的高端品牌 如百達·菲利仍在持續增長 勞力士為2024年推出了6款輕調 相比近年來採取了相對低調的策略 在韓國 選民和春聰一起給總統發出了警告 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 4月10日的南韓議會選舉中 民主黨BP聯盟贏得黨BP聯盟 贏得了300個席位中的175個 而國民力量黨PPPP及其衛星黨 只贏得了108個席位 這意味著 如果民主黨和重建韓國黨 和重建韓國黨PP合作 他們將代表議會2分以上的力量 國民力量黨的勢力被視為 是對總統尹希悅 未能與普通韓國人建立聯繫的反應 以及對其妻子的腐敗指控 和其政府處理醫生罷工事件的方式的不滿 這三天報導從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全球範圍內的一些重要事件和趨勢 從英國的假冒有票問題 到日內瓦鐘表展的奢侈品行業動態 再到韓國政治領域的重大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 全球化如何在不同領域內產生複雜的影響 無論是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挑戰 還是奢侈品市場的變化 亦或是政治領域的變動 這些事件都反映了當下世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在近年來的一系列列報導中 從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挑戰 到年輕富豪對財富管理和奢侈品消費的影響 再到臺灣出口格局的變化 我們看到了中國及其周邊地區 經濟和文化面貌的多方面變遷 彭國社的一篇報導揭示了 中國房地產市場當前的困境 以及這一挑戰如何影響到 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 北安保險的信託因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低迷 不得不延遲了一個與房產相關的 投資產品的償還 這個產品於2021年募集了 7.72億元人民幣1.07億美元 用於資助廈門的一個房產項目 但該項目的銷售進展緩慢 導致了陣容地產集團的違約 平安信託現在正在起訴陣容 並積極尋找方法來回收投資者的資金 這一延遲支付事件增加了 平安因房地產相關壓力而面臨的跡象 此前平安就因投資中國財富地產開發公司 而損失了數十億 另一方面 《南華早報》的報導 則聚焦於中國年輕富豪群體 這一群體正在重塑財富管理 藝術收藏和奢侈品消費等行業 根據來方的報告 預計到2028年 中國超高淨值個體的數量 將增加47% 而且高淨值個體的年齡結構 也在變得更加年輕 根據招商銀行的數據 40歲以下的高淨值個體比例 有去年的29% 增加到2023年的49% 克里斯蒂亞州太平洋區總裁 弗朗西斯·貝林指出 技術懸熟的藝術愛好者和數字技術 也使藝術市場對收藏家更加開放 在全球貿易格局方面 彭國市的一篇報導 指出了一個重要的變化 臺灣對美國的出口 首次超過了對中國的出口 這是自2003年以來的首次 根據台北財政部的數據 今年3月 臺灣對美國的出口同比增長了65 來到91億美元 而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僅增長了6% 達到79億美元 這一變化反映了全球貿易關係的重新調整 美國減少了對中國製造商品的依賴 自2003年中期以來 中國一直是臺灣出口的最大接收國 但現在對中國和香港的總出口 僅略高於對美國的出口 這些報導共同描繪了一個 複雜多變的經濟和社會畫面 從平安保險在房地產市場的挑戰 到中國年輕富豪群體對財富管理 和奢侈品消費行業的影響 再到臺灣出口格局的變化 我們看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地緣政治、經濟策略和社會變遷 如何交織在一起 共同塑造著我們的世界 在當今全球化的經濟政治版圖中 各國之間的互動與策略變得日益複雜 而中國無疑是其中一個關鍵棋手 近期歐洲的兩個重要國家 德國和法國正面臨著如何與中國 建立更加協調一致的外交策略的挑戰 那開醫生的報導指出 歐洲領導人 特別是法國和德國 需要採取一種協調的方式來對待中國 菲利普勒科爾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認為德國目前的三黨聯合政府 難以呈現出統一的立場 但又不能與其第二大非歐洲出口市場發生爭執 與此同時 法國總統馬克龍試圖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建立良好關係 但挑戰在於如何在習近平即將到來的 博士訪問期間超越陳詞爛調和華麗的外交儀式 另一方面 當我們將目光投向亞洲的 另一個崛起中的經濟體印度 情況似乎更加引人注目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篇文章 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中國的復蘇是否比印度的繁榮更具風險 報導指出印度有可能取代中國 成為全球增長的最大貢獻證 預計其經濟在未來至少5年 將增長超過6% 這一預測基於中國當前的困境 以及印度經濟結構與中國的顯著不同 然而對於印度能否持續其繁榮 並將增長率提高到大約8% 而不損害其宏觀穩定性 仍然存在著擔憂 在商業領域 中國企業的全球物局也在發生著有趣的變化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另一篇報導提到 大連萬達集團已同意將遊艇製造商 《太陽尋求者》國際Sunseeker International 出售給Lionheart Capital Lionheart Capital 《太陽尋求者》是一家成立於1969年的 豪華遊艇製造商 其產品曾出現在詹姆斯·邦德電影中 萬達集團於2013年收購了該公司92%的股權 但隨著借貸成本的上升 和北京對房地產市場的打壓 萬達集團面臨著壓力 預計下個月完成目前人代監管部門的批准 這些報導不僅揭示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動態變化 也反映出各國和企業如何在這一大背景下尋求自身的最佳入境 無論是德國和法國對中國的外交策略 還是印度與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競爭 亦或是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調整 這些都是當今世界經濟政治版圖中 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些動態將進一步塑造國際關係 和全球經濟的未來走向 在最近的一系列國際動態中 三個引人注目的新聞事件 分別來自南華早報、華盛頓郵報和BBC 展現了全球政治、經濟和科技領域的重要變化 首先南華早報報導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 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安德西洋成員組織 NTO成南國的土耳其 而不是選擇加入美國主導的阿爾特密斯計劃 這一決定標誌著土耳其在太空探索領域的獨立行動 同時也展現了中國和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 吸引其他國家參與其太空項目的能力 土耳其的加入不僅意味著 技術和預算上的潛在貢獻 更是對中國太空野心的重要支持 據Astro-Anglietic的聯合創始人約翰·希爾登所說 土耳其擁有自己的太空計劃 包括建造自己的衛星和太空發射能力 並計劃在2026年實現在月球表面的硬著陸 與此同時 《華盛頓郵報》的一天報導 揭示了緬甸內戰導致的經濟危機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DP的報告 緬甸的中產階級在過去3年減半 幾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每天76美分的國家貧困線以下 這份報告是自2021年軍事政變以來 對緬甸經濟動盪情況的罕見洞察 展現了一國因政治動盪而陷入經濟自由落體的情況 緬甸曾被視為亞洲最有前途的新興市場之一 如今卻因內戰而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境 中產階級的微縮和貧困的廣泛傳播 對該國的未來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 另一方面BBC報導了一則科技界的重磅消息 伊萬富翁企業家埃隆·馬斯克宣布 他將訪問印度與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會面 這次訪問預計將宣布在印度的重大投資計劃 在此之前印度政府已經宣布 對那些承諾在3年內投資5億美元 並開始本地生產的全球汽車製造商 將削減電動車的進口稅 馬斯克的這次訪問恰逢印度 開始進行為期六週的馬拉松市選舉 特斯拉計劃進入印度市場的消息 正值該公司在美國和中國銷售放緩之際 顯示了特斯拉尋求新市場 以及印度在全球電動車產業中 潛在的重要地位 這三個故事從土耳其的太空野心 到緬甸的經濟危機 再到特斯拉的印度投資計劃 共同描繪了一個多元且複雜的全球局勢圖景 每個故事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影響 展現了國際政治經濟和科技發展的交織性 無論是土耳其在太空探索上的新動向 點點面臨的經濟挑戰 還是特斯拉在印度的潛在投資 都是當前國際關係和全球發展趨勢中 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 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3.5H 2.5H 2.5H 2.5H